如果是在分泌物 第一個會問一下顏色是真的 那我最近也越來越多病人 很好玩 他會拍他在內褲上 或衛生棉上的照片給我們看 大概就這個顏色 這是好奇妙喔 因為他說我現在好一點了 因為很多女生 最嚴重的時候不好意思才來看 對 他會好一點才來看 他說我是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呢 我們其實會問的就是 分泌物的結構 比如說是水水的呢 還是塊狀的 還是乳酪狀的 其實大概一講 就有參考的答案 第三個是會不會有味道 那當然味道 我們大概簡單會問是魚腥味呢 或者是酸酸的呢 或者是像雞蛋壞掉的味道 這是三個常見的 會問的問題 雞蛋壞掉的程度跟那個 剛剛你先說的形容 那一二三 那三個的程度是哪個比較嚴重 是不同的細菌的感染嗎 因為如果是像魚腥味多數是 類似低層或者細菌類感染 它在發酵以後會產生這種味道 那如果是像壞掉的雞蛋 它是胺基酸壞掉 其實蛋裡面很多胺基酸 所以你吃壞肚子 有時候放那種很臭的臭屁 就是胺基酸壞掉的味道 那有時候是它裡面就是分泌物太久 悶在裡面 那基酸你會聞到很酸 壞掉的優酪乳 對 有一點像壞掉優酪乳的味道 那有時候也不是單一 常常有的會說不一定 就像你說早上其實是壞掉的魚 到下午就加一點雞蛋在裡面 就是一加二就對了 對 我們其實只是判別方向 講不出來沒有關係 我必須可能告訴我 那通常只要有分泌物 就應該要去看醫生嗎 還是要怎麼樣來做判斷呢 其實分泌物我們大概簡單分 也教大家一下 有分生理性跟病態性 那大家只要知道病態性 病態性就剛剛講的顏色 如果黃綠色像化膿一樣 大概就不太對 第二個就是味道 如果味道很餘腥味很酸 或者是真的是壞掉的雞蛋的感覺 那通常也不太對 那第三個就是會不會癢 好的分泌物如果頂多是悶到會癢 大概清乾淨就不太會癢 可是有的分泌物一出來就很刺痛癢 那三個是比較有問題 其他量多寡比較難說 只要不符合這三個症狀 通常多數我們叫做 或多或少會有 了解 可是如果都沒有 但是量多到就是連外褲 都會失掉的程度 通常會來找我們 是因為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很好玩 只要跟以前不一樣 比以前多也會來找我們 比以前少也會來找我們 不正常 至於多少我們沒有用心 激素來判斷 但是如果真的褲體常常失掉 我們看一下不是病態性了 我們通常頂多給它類似避孕藥 再有問題 我通常是轉給彭醫師 因為有時候就是所謂 生理性白帶比較好 調理對不對 有一個醫生跟我說 他遇過那個 異味最嚴重的那個患者 真的是他都覺得 他如果在病房裡面 你大概進那個病房 就會聞到了 就那麼重 那真的很重 大家說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的也不是 普通的感染而已 他其實是有一點 可能因為金產腹 所以他有一點 脊弓下垂的問題 你知道垂道 你很難想像是垂道其實可能 不去弄它會掉出來那一種 所以他其實長期是在摩擦 所以那個地方已經受傷 並且發炎 感染 核並其他東西 所以那個惡臭 他說是真的你是從 進你那個病房就會聞到 因為他一直不好意思來 然後他有自己 反正如果有那個 他就把它塞回去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拖很久 是拖到家人 把他說這個真的不對勁了 把他拖來 才知道說這整個 就是因為他是子宮都脫垂道 整個都磨傷 然後感染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就是剛才醫生有講的 真的合併有奇怪的顏色 甚至有一些發燒了 然後開始有一些 整個下腹腔的悶痛 然後站著都不舒服的那種 真的要看醫生 或是平時靠中醫 怎麼樣保養是不是 其實如果是初期的分泌物 還OK 只是說量有時候比較多 中醫建議其實就是 就是像剛剛陳醫師講的 兩個東西就是像什麼 水梨 梨子 甚至蘿蔔 湯之類的 那其他的症狀 大家可以看這個 如果說這個分泌物的顏色 是比較偏白色 但是完全沒有味道 然後也不會癢 也不會痛 然後剛好是月經前 然後你又很容易水腫 那它可能是一個 比較生理性的這個分泌物 就是這樣 對 它可能只是一個 正常的分泌物 那這個它會隨著月經周期 每次月經前它就是一堆 可是顏色偏白 在中醫來講 叫做皮鬚痰痴型的 就是你的脾胃的 這個運化功能不好 所以那個濕劑排不出去 全部變成白帶排出來這樣子 那很常見在這種上班族 酒座 或是你飲食不正常的 脾胃比較虛弱 這個時候當然就建議 多吃這種山藥四神湯 來改善這個情況 那另外一種比較常見的 也算是比較正常的分泌物 就是說它雖然很多 可是它就是像蛋清這樣淡淡的 然後透明的有黏性 可是呢很討厭它整天一直都有 所以常常覺得 怎麼連褲子都會濕掉 這種量比較偏多的 其實這是一種腎陽虛的情況 那它可能真的還會半夜 一直想要有上廁所的感覺 搞不好還會起來上 一個晚上上個好幾次 然後常常會覺得比較容易腰痠 或者是更年期 或者是提早性的更年期 比方說你還沒到四十歲五十歲 但是你就有這個現象 很明顯腎陽虛 可能同時還有一些容易怕冷 然後手腳冰冷 然後精神不夠的這種症狀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還年輕 還年輕 小姐不要擔心我們來吃吃這個 肉桂五骨雞 補補我們的腎陽 因為肉桂 溫補腎陽的效果很好 那肌肉增加我們的胺基酸 其實效果也是很好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比較偏陰虛的 陰虛的意思就是說 你常常覺得身體很熱 它就是這種完美主義者 然後情緒的起伏非常的大 所以它的分泌物是比較濃白 可能比較會癢一點的 那這種情況下 滋陰的都是一些海鮮類的 鮮蝦 鮭魚沙 這種清淡 然後又可以滋陰的食物 可以改善這種腎陰虛的現象 那最後一個這種乾筋濕熱 它這種的癢就是有點偏感染的 這是比較不好的 因為這種會有一點臭味 這大概就是快要去看醫生 那同時你可能會有一些脾氣很暴躁 然後突然人家跟你講什麼事 你會想你幹嘛這樣問我 就會反彈得很大 然後常常會覺得口肝 眼睛肝 獅頭肝之類的 這樣我們會建議吃點木耳藝人 紅豆粥來改善 這是平常可以來做的保養 對 好 那最後陳醫師幫我們總結一下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看婦科 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們可以比較不那麼尷尬 又讓你們順利來看診 其實最重要我覺得是表達 我提供五個大的要點 第一個就是可以簡單的整理病情 先不用喇咧十分鐘 最後才跟你講 所以簡單的整理病情 比如說我們剛剛問了幾個 你的主要的症狀 你的位置還有時間點 其實對我們做診斷就很快的參考 那第二個要提供適當的資訊 什麼要適當的資訊 我們婦產科問診 其實有兩個最重要的資訊 你有沒有月經 最後是月經什麼時候 這個決定到你有沒有懷孕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有沒有性經驗 如果你有性經驗 你當然也不用很驕傲告訴他 我有性經驗 那沒有 但是沒有一定要告知 沒有一定要告知 那第三個 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覺 我建議當場就可以反應 因為我相信多數的醫療團體 他可能是不經意 有些是他的例行的流程 可能忽略掉對你們的尊重 但不舒服請告訴我們 因為這對我們是好事 因為可能我們忽略掉 我們也不知道 那每個人的要求不太一樣 但是對我們提醒有幫助 那第四個就是可以 其實隱私很重要 包含我自己有時候 我們也會忽略到一點點 你覺得你要談的議題 其他人不適合存在 你可以說我希望清場 其實多數醫生不會說 不行你就其他人旁聽 不可能嘛 所以你可以及時跟他要求 有隱私的這個問題 那最後一個是我要講的就是 你如果因為人太多 不好意思誠實 你可以說我人 我要才能誠實的講 所以誠實知之為之之 不知為不知 其實對你我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儘管是在 問診的當下 護士或旁邊的人 也會都在旁邊是嗎 通常會有一個跟診的護士 可是我覺得台灣 跟國外民情不太一樣 國外其實婦產科的門診 通常他會要求護士離開 因為他覺得這是很private 很私密的東西 只有我跟 因為我來求你醫師 所以我只願意跟你對談 可是在台灣 大概沒有任何一個醫師 願意放護人員走 對 好 所以不管是三個裡面 大家是不是有遇到 任何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知道了 在心理上 怎麼跟醫師做一個 良善的互動 我們那個尷尬 困擾就把它拿掉了 對 然後也不再難以啟齒 對啊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